上星期我们介绍了覆盖洛杉矶水库的遮阳球 那是黑压压的一片 今天我们来到洛杉矶的麦克阿瑟公园 那里的湖面也漂浮了成千的塑料球 不过他们的颜色缤纷亮丽 充满了希望和喜悦 我们现在就带你去欣赏 洛杉矶市长贾西提最近仿佛跟塑料球结下了不解之缘 他表示 在洛杉矶为了解决干旱时期的水质量问题 我们在洛杉矶水库里释放了9600万个黑色的遮阳球 一个星期后 我们在这里的麦克阿瑟公园 放下孩子们画的美丽彩球 这两者都是富有创意的答案 覆盖水库的小黑球可以防止藻类滋生 减少水分蒸发 漂浮公园湖面的大彩球 则是公共艺术展览 这个刚在洛杉矶市区公园推出的大型装置艺术展 是洛杉矶的艺术家伯尼和爱德马西兄弟的点子 麦克阿瑟公园上世纪曾是洛杉矶市民休憩的好去处 十多年前逐渐沦落为帮派分子出没的灰暗地带 博尼马西说 我们认为麦克阿瑟公园是一颗被埋没的明珠 我们希望能帮助它恢复昔日的光彩 要怎么吸引市民呢 马西兄弟创办的非牟利希望肖像艺术组织 发起了一个叫做麦克阿瑟公园球体天地的项目 通过一万多名义工的努力 在过去几个月绘制了2500个塑料彩球 马西说 参加的孩子当中许多有身心障碍 有的是医院的病童 有盲人中心的成员 他们都可以自豪地说 这个彩球是我的成就 四年级的小学生圣地雅哥说 我很兴奋 因为市长要来 我可以帮他画彩球 我在做画的时候心里想 太棒了 他们要把我和同学画的彩球 放到公园的湖里 麦克阿瑟公园的湖面 相当于七个美式足球场大小 要安置成千个直径1.2米到1.8米的塑料彩球 从搬运 打气 到释放固定 都必须要有更多的义工帮忙 义工艾伦表示 释放彩球的过程很长 先要裁剪固定彩球的绳索 在水里保持平衡 彩球要连接到跨越湖岸的缆绳上 缆绳与缆绳之间再塞进更多的彩球 一共有两千多个 这些努力蕴含了教育意义 马西表示 这个活动提供机会 让他们目睹全洛杉矶各个族裔成员 携手合作 促成积极改变的过程 在一个月的展览期 星球将陆续下水 麦克阿瑟公园的球体天地还在增长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 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